民進黨跟電腦蕩機已經畫上等號了 從疫苗預約 三倍券 機場 所有東西全部都在蕩機 那已經一直蕩 一直蕩 一直蕩 蕩得不過癮 你還要再五倍券 再去綁定這些一堆的分類型的券 他沒有辯明啊 朱正昌的腦袋跟字典跟他重振歷史裡面 沒有辯明這種東西 所以千萬不要把擾民跟辯明 跟蘇正昌講 院長你應該要辯明 我跟你講他會告訴你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在我的政治字典裡面沒有這兩個字 所以我覺得 朱正昌差不多了啦 真的應該讓他下來了 全台灣的人民已經習慣著 打開了政府的網頁要去搶東西 結果看到都是在轉圈圈 那這個剛好今天是連假的收假的第一天 正式開始上班 早上九點大家想去領個券 你告訴我說九點可以去 結果大家全部塞成一團 那當然心情是更加的不好 所以我覺得說 政府當然應該要檢討看看 就是說你的流程是不是 上面出了很大的問題 怎麼會每一次 不管你今天是疫苗的預約 或是發三倍券 五倍券 都是讓大家在第一時間之內 去灌爆系統 然後產生這樣子塞車的 情形引發民怨 延期之前三倍券也好 或是1922的疫苗登記 都是一樣網路開放之後 瞬間當機 這樣的一個瞬間大的流量 政府部門之前不是沒有預計 但卻還是放任讓這樣的當機發生 這就代表是說沒有苦民所苦 沒有超前部署 既然已經要做振興 已經要做紓困了 就應該用最方便的方式 過去我們一直強調發現 現金快速及時方便有效 而且最不用讓民眾感到困擾 把現金送到大家的手上 然後拿到手 開心 然後吃了一餐飯 然後回過頭來 再看看民進黨 陳時中 蘇貞昌講的話 尤其他心裡面還有點興奮跟開心 那你現在為了要綁定你自己的 這些所謂的科技能力 把這個綁定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好笑 然後自己再打不到紓困的效果 民進黨真的是自覺墳墓 比如說我們希望振興的話 那你的數量就是顯然是不夠 所以你不能讓大家人人有獎 你必須用抽的嘛 那抽獎這種東西 不是人人有獎 就變成是全民在賭一個運氣 講好聽一點是增加參與感 講不好聽一點是一點都不公平啊 裡面有沒有一些產業 是特別希望哪一個族群 他可以來協助幫忙去振興的 又或者是說這些振興券 是不是可以協助一些低收入戶 或是說他們平常沒有辦法參與這些 一些娛樂或是生活的人 讓他們有一個機會 你都完全沒有從這個地方去做考量 而是把這些福利變成是全民的大樂透 經濟部長王美花還講說 四百萬的加碼券非常的足夠 大家不要急於一時 要求大家趕快來綁定的是你政府 要求大家不要急於一時也是你政府 到底要民眾怎麼做 才能夠真真正正讓國人感到方便呢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回到最一開始的源頭 到底這一次的振興券是希望幫助民眾 還是要增加民眾的困擾 這全部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如果不能用最即時快速有效的方式 就是讓民眾方便使用的話 說實在話這樣子的老民 真的是會讓民眾不堪其勞